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反派 只一招就重创五位奥特曼 如今宇宙中出现强大的怪兽 都是他在背后操纵 此时米卡利特行星上 哥迪斯的细胞已扩散至迈克斯全身 但利布特坚信一定能将迈克斯救回 冲上去尝试唤醒他 然而迈克斯已经失去理智 给了利布特两个大嘴巴子 同时帕瓦特和葛维两奥 对战斯兰星人与凶兽赫尔贝洛斯 利布特这边召唤出护盾 挡下迈克斯的攻击 并抓住他一条手臂 将抗体打入他的济世器内 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迈克斯变异的左手逐渐恢复正常 而就在这时摩格大蛇弹发生变化 他已经吸收足够的能量破壳而出 但迈克斯现在十分虚弱 根本无法战斗 突然天空落下一道金光 在迈克斯手臂上变成迈克斯银河 随即迈克斯虚弱的身体快速恢复 就在两人不明所以时 杰诺从天而降 原来是他带来的迈克斯银河 随后三奥对摩格大蛇展开围攻 另一边小惊人也自爆家门 说完之后 他的双手便开始凝聚大招 打出必杀技绝对毁灭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当宇宙中两股强大的力量相遇 传说中的奥特曼就会现身 他就是高斯与杰斯提斯的融合体 神秘四奥之一的雷杰多奥特曼 他究竟能有多强 只见他汇聚宇宙中无尽的能量为一体 直接打出究极必杀技火花传说 本以为能见识到两位究极体的对决 没想到小金人不敢正面交锋 打开时空门逃走 同时在米卡利特行星 葛雷一招等离子燃烧消灭了斯兰星人 帕瓦特也紧随气候 用大招干掉了赫尔贝洛斯 杰诺一技米姆加农光线击伤摩格大蛇 为利布特与麦克斯争取释放必杀技时间 然而一切并未结束 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